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今毛泽东的坐骑小青马被做成标本珍藏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向前来参观的观众讲述着那段辉煌的历史 滚滚沿河水 微微薄塔山 一到延安我们就赶往宝塔山去看一看被无数诗词歌曲传唱过的延安盛景 虽然今天的延河不再像往心那样奔腾咆哮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来到延安的澎湃心情 我们拍摄的第一站就是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 寻找毛主席的坐骑小青马的身影 然而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 小青马并没有在陈列馆里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在建设新馆 绝大部分文物被放置在库房中 经过有关部门特批 我们来到了纪念馆的库房 终于见到了毛主席站马的雄姿 这是一具马匹的标本 他手尾长1.87米 高1.32米 站马全身雪白 神采意义 特别是码头部分 制作的可以用逼真来形容 在我们的镜头前 站马仿佛活了一般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的征容 纪念馆的馆长告诉我们 他的名字叫小青马 是国家一级文物 也是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可是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一匹白马 它的名字为什么叫小青马呢 因为这个马呢 到北京东外以后 随着这个碎口的增加 这个马的原来是青色 就逐渐变成了白色 由于小青马变成这个小背马 这个六二年制作成这个标本以后 这个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 把这匹小青马的标本的 解回延安 作为一九五 在我们延安革命纪念馆 长期再出 原来马也和人一样 年纪大了 毛发也会变白的 不过这具逼真的马匹标本 看起来个头不大 而毛泽东主席身材高大 想象中 他的坐骑应该是那种神俊的高头大马 为什么这匹马看起来个头偏小呢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馆长 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 原来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 进驻延安以后没有汽车 毛泽东卖出主要靠骑马 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从定边 静边 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 送到延安 第一次见到这两匹马的同志 也曾经问过 为什么要选两匹小个头的马送来呢 送马的人解释说 这两匹马属穿马两种 个头不大 但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 性情温馴老实 特别适合于陕北秋陵连绵 沟壑纵横的地形 毛泽东的警卫员贺青华轮流 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 感觉真的像送马的人说的那样 就把两匹马留了下来 小青马给毛泽东当坐骑 小红马给周恩来当了坐骑 事实证明 小青马在转战陕北的战斗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47年3月 胡宗南率国民党军队34个旅 25万余人 100余甲飞机 由南西北三面进犯 闪甘宁边区 面对敌众我寡 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国民党军队的危险形势 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 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堪称奇迹的转战陕北之路 从1947年3月18日黄昏 从王家平撤出作为他上转战山的第一军 一直到1948年3月23日中午分乘几艘大船东渡黄河 一共一年零五天 在这一年零五天中 从田中开始 小青马就伴随着中西 踏上七驱地 转战四股 一共路经了十二个县 两千花里 居住过三十八个村镇 在兴军途中 小青马屡见其功 1947年8月16日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 傍晚 狂风大作 电闪为名 暴雨如注 脊椎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 17日 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武女河边 平时温顺的武女河此时灼浪滚滚 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 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 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 需返回再次渡河 这时河水已经退下 不必搭桥就可以射渡 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 可是偏偏当毛泽东骑着小青马走到河中央的时候 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风 隆隆声经得众人大喊 快快山洪下来了 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 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小青马不愧为穿马两种 临危不惊 敢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 这时洪风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 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1948年小青马跟随毛泽东主席胜利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于3月23日开始东渡黄河 然而就在小青马即将功成名就的时候 却突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险情 在渡河的过程中小青马被挤入了湍急的河中 那么掉入冰冷河水中的小青马命运将会如